最近,2011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引來很多爭議 不少人指責政府大搞網絡23,鉗制惡搞諷刺 但是,版權條例背後有另一股勢力,一直被人忽視 就是自稱版權持有人的大集團 版權持有人經常說,為了創意產業,為了創作人的利益 要全面打擊侵權 但是,他們又是否代表創作人,代表創意呢? 香港的影視創作對於版權的權益其實是很沒有這個意識 尤其是以香港電影為例,一直以來它簽的合約 絕大部份的編劇,香港電影的編劇都只是收取稿費 稿費其實只是劇本工作的報酬 那麼,那個製成品,又或者那個故事,它之後會有任何的延伸 或者是電影亦都可以將會繼續被改編的 電影可能改編做書,或者電影改編做其他媒體的作品的時候 那個權益其實是不會有編劇可以分享到的 甚至導演編劇都不會分享到的 它所有的權益都在 全部的權益都是歸於那個機構 即是電影公司 在近年開始會有一些電影創作人 他們在合約上會列明他們擁有故事的原創版權 在其他改編的情況下可以有權益 但以我所知,其實擁有這樣的 所謂可以拿回WISE的電影創作人 在香港電影行業裏面不會超過五個人 這些大財團其實與創作人不是經常利益一致 但他們說到保護自己利益 就等於保護創作人和創意工業 還經常向政府施壓和遊說 香港政府往往認同他們的看法 不單單諮詢他們 又經常與他們開會 令到版權條例向他們的利益嚴重傾斜 法例通過之後 小市民在現在和未來任何資訊科技上 沒有版權持有人的同意 自行傳播通通都會被視為侵權 在專有傳播權下 你沒有付錢電影公司公開播放 或者網上BT分發一部電影 固然是犯法 但你將一部20年前看過又很喜歡的電影片段 和人在Facebook分享都是侵權 甚至你拿了一張劇照惡搞 諷刺政府都不行 換言之 即使沒有任何人有經濟損失都是犯法 那為何非謀利的政治諷刺和二次創作 不可以豁免呢? 政府的解釋說 英國都沒有這樣的條款 但是很有可能 又是版權持有人的壓力 因為他們骨子裡根本就不想承認市民 有任何公平使用和傳播的權利 有關這個傳播的權利 我覺得是沒有理由 是將這個 如果只是針對那些謀利的侵強違 那些非謀利的機構 我們不應該自動豁免他們的刑責 而一些大公司代表 更加對版權保護有另一種看法 不是保護idea 是保護expression 有資深的動漫二次創作人指出 外國法庭是有案例 不過版權持有人就當看不到 問過張錦輝很多次 為何香港不可以引入 fair use 一個公平使用 來做一個保障這方面的parity 那方面的創作 而張錦輝一直好像不理我們 就只是理前面的一些 拿了一個作品來收錢 收完錢都未必是給作者的公司 他們說不想犯法就自己拍 又或者拿了版權之後才改圖 我不敢擔保會有 其實無論民事 都是有機會觸犯法例 其實我覺得大家 在社會上可能會 感覺到有一些意見 想給我們的政府聽 或者給某些人聽 透過網絡 It's fine 我們可以用我們的表達方式 不如原創 講來講去就是有錢人 可以享有創作自由 窮人就要被人刪除作品 被人告 在這次條例修訂裏面 版權持有人最終逼到政府 交出規管網絡服務供應商的業務守則 令他們很方便快捷地移除侵權物品 其實這個做法在美國已經有案例見到 大公司會濫用 扼殺小網民的表達自由 例如在2009年發生一件事 就是華納兄弟要求YouTube 用他的聲音指紋技術 來掃描他的資料庫 最後連一些很有創意的作品都被移走了 包括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 一個網上的歌唱家叫Core Vido 他是一個加拿大人 他曾經是用一些很出名的意大利宗教音樂方式 來將一些電影的配樂重新唱一次 重新進行運音 包括一個很出名的創作人叫John Williams 他在《Star Wars》和《Indiana Jones》系列電影裡的作品都被翻唱過 這些作品其實在互聯網上 甚至在藝術界裡都受到公認 受到認同 但是因為這個機制導致他被移走了 Core Vido當然心有不甘 於是他最後以一個公平使用的理由來上訴 最後他是成功駁回了Warner Brothers 這個華納兄弟他的版權的訴求 不過這些版權持有人還是覺得不夠 他們還想有懲罰機制 網上服務提供者一定要採取一個政策 是停止 在恰當情況停止 那些多次侵權的人的戶口 即是如果你想加入任何 即如果要享有安全國的保障 因為不公義的土地和房屋政策 地產霸權已經在香港示弱 由版權持有人控制的法案 會不會帶來新的霸權 令到小市民連表達自由都沒有了呢? 別人在新委會 我不會帶來新的霸權 我要把所有人都要給他們 這個地方 他不公平的保障